一台争先恐后向前冲 下一秒陈廷飞一个亮相 只见后头的徐晓星 即便倒地依旧紧抓不放 任会都还没开议 已经先结下梁子 因为立法院的门一开之后 所有的委员一涌而入 涌入的时候非常多的人都跌倒 在陈廷飞委员进来之前 跌倒的人是郑政前委员 所以陈廷飞委员压在他的身上 而我在陈廷飞委员的后面 所以被绊倒的人其实是我 为了国会职权修法 从5月17号朝野冲突 蓝绿还忙着算旧账 不过28号正式三读 包含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藐视国会条文 国会听政权调查权 以及强化人士同意权 而刑法方面同样也增定 藐视国会罪 总统应于收到后的10日内公布 因此赖兴特总统特别期盼 民意所关注这些重大争议性的法案 在朝野经过三读之后 仍然可以保留有持续对话 调节的可能性 叫赖总统要遵守宪法 不要去视线 要尊重立法院 你回宪乱政 老百姓都看得懂了 访论赖总统 你也不必指导他 赖总统要怎么作为 他自有国家的高度 他是一个宪法的守护神 他是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当然我们都尊重了 行政院长卓榮泰28号也发布声明 强调对于立委决议表示尊重 不过也研议将正式向立院提出复议 监察院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 直指这项修法有违 无权分立原则 老实说 我昨天看了监察院的那个声明 我是满头问号 请问这四个核心的权力 有哪一个被国会改革的法案所影响到 蓝白向前走 下一步瞄准废除监察院 民进党团同样抹刀祸祸 积极备战蓝银花东三法 电业法 国会朝野攻防委婉戴市 新新闻最后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